我就换一换连卡 可能就换个电脑 是不是就能够从1.87变成2.0G 包括有个风险的 2.5自息变成3.0自息 在风险那块 里面还是一个涌边形 像纸一样的跑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一期的代表车 我是薛俊峰 当然也是那个时候 说真话的没话 今天就到了这台2018款 速派的拆车的环境了 这台也是一个二手车 它是在MQB平台 下面的一台速派 现在能够买到的速派 其实依然还是在MQB平台 这台MQB平台的速派 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就是今后几期想跟小伙伴 去聊聊话题 当然今天在拆车第一期 还是老规矩 先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 这台车的前后防撞梁 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那么还是老规矩 再说前后防撞梁之前 也是打开引擎盖 然后看看发动机舱里面那些事 这台车是18款的舒适版 两边也是有相应的夜压停杆 整车的蒙皮我们也都测试了一遍 是普通的冲压钢板的这种形式 有相应的新棉 让我有注意的地方是 这台速派 它用的是一个双索扣的形式 一般情况下双索扣 豪华车用的是更多一些 之前拆过的那台进口的麦腾旅行 人家也是双索扣的 并且我们也是查阅了一些国外的生产线的资料 会发现无论是这台速派也好 还是国外的哈达特也好 我们国内的叫麦腾还是叫麦里好 其实都是双索扣形式 这台车还是用了跟国外一样的 一个双索扣的设计 打开以后会看到放动机舱里面 我们演示到规矩 从左到右跟小伙伴去分享一下 相应的油液的情况 左上角看到了大众常规的 圆形的膨胀壶 上面写的是G13 也是用的G13级别的防动液 它里面防动液 我们也是经过了冰碾仪的测试 现在它的最低温度 还是达到了一个零下47度左右 这样一个数值 没有相应的锈 然后也没有那些锈的味道 然后现在也是一个正常的状态 再往右是它的刹车油的部分 写的是DOT4的级别 那刹车油我们也是经过了测试 它的含水量是小于0.1的 也是在绿颜色区域 正常使用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不用更换的 再往右会看到它的电瓶周围和顶盖 都是厚厚的这种保温的材质 那对于大众而言 现在很多很多的情况 首先它是会把顶盖给减配掉 甚至有的车型电瓶的大小 也是会有相应的改变 其实是为了缩减成本 它的电瓶是江森自控国际蓄电池有限公司 指标是12伏 69安时 是一个勉为户型的 靠近我的这一侧 是一个正级的标识 它的正级的接点是暴露在外面的 它的负级藏在了一个盖的下面 当然这台车也是为了你搭电方便 这一个位置是给你做了一个负级的接线柱 电瓶我们也是观察了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但我们依然还是用我们的专业仪器去进行了相应测试 寿命现在还是81% 是一个非常良好的状态 右下角是它的玻璃手的位置 是一个蓝色的盖 现在就来聊聊这台发动机 下面是有一个发动机的盖的 后面还是有吸引棉 就会有小伙伴问 大冰块 你不看看这个四个大的标 它到底能不能抠下来呢 它的答案是 能抠下来的 后面是有一个大众的标识 听说有人买辆保时捷 你打开眼睛看 说我说里面发现了奥迪的标识 不行 我得把车退了 如果你之后 你是这个Lamborghini的用户 或者说是你更有钱以后 变成不加低的用户 其实你也会看到 发动机舱里面的一些管线里面的 可能也会有大众或奥迪的标识 是因为它们都是一个集团的 对于这种平台化 包括说一些发动机 甚至于管线来说 其实它们肯定都是用同一个供应商 它们的采购 要适应它们所有的产品线 对于这一个引擎盖而言 它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说斯科达想做这种一体成型的标的话 它就需要从开一套模具 去重新生产这个引擎盖 对于有着相同规格的发动机 或者相同的位置的固定点的话 那么做的 显而成本会更高 所以说怎么办 就是生产一个小盖 去贴上去就好了 这种做法我们其实不应该算是吐槽 但是它贴的不结实这个事 这个是我是要吐槽的 就是特别轻松的一下就扒了下来了 好 把引擎盖拿开以后 会看到发动机里面本身的一些东西 跟小伙伴聊两句 EA888的发动机这点事 它的第一代 其实是从2006年就开始来用了 到现在为止 也是经历了三代了 也是大致的小伙伴去展开一下 现在的EA888 依然是有两个排量 1.8T跟2.0T 当时EA888已经快绝种了 现在基本上就是2.0T的低功率 跟高功率的版本了 最早是从2016年到2009年 是第一代EA888的一个使用 当时那个时间 什么麦腾 都是用的第一代EA888 后来出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问题 最重要就是烧机油的问题 第二代EA888 就是从2009年到2014年 这段时间使用的这台发动机 相对第一代 还是会做了不少的改进的 链条问题在二代的时候 其实就已经有相应的改进了 第一代的EA888的油气分离器的 迷宫 它只有是一级的这种处理的级别 到了第二代的时候 它增加了两级 所以说就让烧机油的这件事情 已经减少了不少了 当时到了第三代而言 它就会做得更好一些 第三代的EA888 是从2014年开始使用的 一直到今天 这台发动机 也是第三代的EA888 除了上述的链条问题 和油气分离器迷宫问题之外 其实还是有一些改进的 例如说集成钢盖的排气气管 也是第三代的发动机的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指标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一个喷射系统 之前的EA888的系列 它的直喷的形式的确会对发动机的动力也好 包括说它的经济性也好 会有相应的帮助 但是直喷的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就是它的进气部分是不能够经过汽油的冲刷 进气门会导致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击碳 尤其是在第一代的时候 它的油气分离器迷宫只有一级的时候 那进气门的积碳简直像灾难一样的恐怖 所以说到了第三代的EA888 它就有了双喷射的配置 当时这台1.8T的现在依然是单喷射 当时2.0T绝大部分都是双喷射的 所以说这也是对于进气门积碳的改善的一个措施 1.8T也好还是2.0T也好 它们的整个的钢体都是一样的 它唯独的变化就是连杆的长度是有变化的 小伙伴可能会问 会不会就像以前的丰田的睿智的2.5跟3.0 也就是3GR和5GR这个两个发动机 我就换一换连杆 可能就换个电脑 是不是就能够从1.8T变成2.0T 包括说丰田的2.5自锡变成3.0自锡的 在丰田那块部分的确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也是看过一些相应的资料 但是在第三代的EA888上面 这条路就给堵死了 它是通过它整个点火 包括说气门证实生成所有的变化 而把这两台发动机是完全分开的 这也是就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可能1.8T慢慢可以取消掉的原因之一 而对于大众而言的 的确生产两套发动机成本会更高一些 这块发动机就聊到这 我们可以再向后看一下 就是它的涡轮的部分 这台发动机是一个反制式的发动机 它的吸气在前 它的排气在后 那它的吸气是等长的塑料的进气吸管 这样一种形式 机器门也是非常靠下的部分 然后我们看看后面的防火墙 首先它的铝瓦的面积是一半大小 当然它的后面还是有一个比较大面积的 防火棉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左边会看到它的ABS泵的部分 会有一个塑料的罩 然后和它的排气进行隔断 这也是一个防止过热的排气 对ABS泵甚至于它刹车油相影响的一个措施 那这台车的空桥管用的是叫做铜管 铜轴的这样一个形式 这种铜轴的形式的空调会更新一些 我们叫做效率会更高一些 好那发动机舱里面 就跟小伙伴去聊到这 我们现在就把这辆车的前后的杠笔拆掉 看看这台18款的斯克达德速派 那它的前后防车梁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那么现在呢 已经把前后的杠笔都给拆下来了 但依然是老规矩 我们在周五头呢 会有一个跟小伙伴去分享拆解要点 这样一个视频 那我们在拆解过程中呢 有会发现这个前后的杠笔 是属于比较适中的状态吧 前面的行人薄泡沫是有的 整体来说空的地方是比较多的 上下呢也比较薄的 当然对于行人 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缓充能力的 但是呢如果说对于自己而言 吸收能量能力的稍微会差一些 也是因为我们看过很多的特别的瓷式 而且是实心这种形式 防车梁是一个双层冲压钢板的形式 后面是典型的大众的那种角度 前面的防车钢梁呢 大众这块呢通常来说有单层冲压 有双层冲压 我们的确看到单层冲压可能会更多一些 例如说相同级别的塔塔特 是一个单层冲压的形式 其他的车型呢也有双层冲压的 例如说什么CC啊 例如说麦腾啊 它的双层冲压呢总是会缺一点 但是这台车我们看到 它的双层冲压的确表面的这层钢板 几乎是从左到右是完整的布在 它后边的那个防转钢梁的表面呢 它的厚度呢是1.82毫米 气筒盒呢也是冲压焊接的形式 一个方的形状 有相应的诱导和打孔 气筒盒的长度呢是119.19 已经超过了100毫米 所以说它得到的是5分 它的防状梁和水箱之间的距离 是57.07 这个数值是比较低的 满分5分得到的是3分 在大众帕拉特的车型上面 水箱距离达到了一个103.46 会明显会看到是要比这个要宽很多的 在观察整个水箱的话呢 会发现它的水箱的确会更复杂一些 首先第一点它是一个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那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呢 对于1.888它现在依然还是一个风冷式中冷的形式 要有一个额外的一个风冷箱 我们也会从上面看到它是一个三层的结构 最外面这一层是它的空调的冷凝器 中央那层是它风冷式的中冷箱 再往后一层是它整个水路的散热 所以说前面散热部分是三层的结构 那有意味着它的会更厚一些 我们也是量了一下中央的 它风冷式中冷的那些厚度 基本上是达到了40毫米这样一个量级 让它防装量的水箱距离会变得会更短一些 防装量宽度是110 那轮胎的宽度呢是177 那占比呢是62.15% 五分满分得到的是一分 对于一台二手车呢 我们观察的会更仔细一些 前两天的时候呢也跟小伯说了 说这辆车呢就是前杠有点喷击 剩下的地儿呢都是一个原板原漆的状态 有时候我们从表面蒙皮来看的话呢 它没有相应的板机也没有相应的喷漆 但是呢我们是为了让小伯看得更踏实一点 把两侧的内侧板也全都拆下来了 然后我们也是非常仔细的去观察一下两侧的纵梁 纵梁上面呢没有看到相应的褶皱 然后呢相应的切割这些现象都是没有的 绝大部分螺栓呢都是原厂的状态 并没有相应的拆卸 为什么叫绝大部分 是因为它的大灯呢是拆卸过的 是因为它这个原厂是一个鲁素大灯 那上一个小伙伴呢把它改成了一个仙灯的形式 前面呢我们也没有看到主动式的引擎盖 然后下面呢也没有看到额外的附防热梁的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现在呢就说一些分之外的事 首先呢也会看到双锁客户机构 这个位置是它打开引擎盖的位置 它前面有一个小小的手柄 拉动这个手柄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它是由两根钢锁分别到两头的这个机构打开这个双锁扣的形式 那双锁扣呢之前一个小伙去聊过啊 说这个豪华车的确用的是比较多的 它对于整个的安全性这块呢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好 这就是前面防撞梁的部分 那整体来说呢依然还是非常大众非常得估的 那它的后防撞梁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现在呢过去看一下 好 那现在来到后面啊 看看这台车后面防撞梁是一个什么样的 首先呢它也是一个单层冲压钢板的形式 那它的厚度呢是1.35毫米 对比一下我们之前拆过帕达特的后面的防撞钢梁啊 同样也是一个单层冲压的形式 但是不同的是帕达特后防撞梁的厚度仅仅是0.91 至少呢这台车我们说从数据上面会看到啊 是在一个机极线的上面 帕达特明显就要薄的太多太多了 机灯盒呢也是标准的冲压和焊接的形式 也是一个方的形状啊 然后有相应的U导有相应的打孔 后面的螺栓呢左边是三个螺栓 右边同样也是三个螺栓 并且它的右侧也是有拖车钢的 那我们也是会看到它的防撞钢梁呢和后尾门 防撞钢梁呢会更突出一些 防撞的宽度呢我们也是测量了 它的宽度呢是107公分 那它的轮宽呢依然是177公分 占比呢是60.45% 满分五分得到的是一分 后面就跟小伴分享到这儿呢我们现在呢回到车前 看看这台车在前后防撞钢部分 它的得分到底是多少 以至于和之前的帕特特到底有没有差别呢 我们去看一下 好那么现在呢就来总结一下 这台车在前后防撞钢部分的得分 前后防撞钢部分满分依然是61分 那在满分61分的情况下 这台18款的速派 那它的得分呢是30分 是一个中等这样一个成绩啊 那帕特呢在前后防撞钢的部分在满分61分的情况下 它的得分呢是32分 我们说从分数来说 帕特特的分数会更高一些 18款的速派 它其实是15年设计的车型 帕特特它的确会更新一些 我们说从结构来说 帕特特更新更好 例如说副防撞钢这台车是没有的 但是帕特呢是有的 可以说副防撞钢是现在MQB平台新的车型 几乎是一个标配的这样一东西 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 例如说你的防防墙的面积会更大一些 但是呢我们说从用料的这个层面来说 速派它的用料会更好一些 例如说前面的防撞钢梁是一个双层冲压的形式 那我们也是对比一下在欧洲的工厂啊 也是一模一样的 后面的单层冲压的钢板 这台车会更厚一些 尤其是双锁扣的形式 为什么国外欧洲是双锁扣的 帕特特也好 还是麦腾也好 到中国以后变成了单锁扣的 是因为量大是不是 一年也卖那么那么多量呢 我少一个锁扣 我能少多少多少多少钱 但这辆车呢 依然还保留了双锁扣的形式 从整体来说 用料来看的话 这台车的确会更好一些 但是结构的话呢 的确新的车型会更好一些 所以说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维度 行 今儿呢 前后防撞钢的部分的 整个小伙伴们去聊到这儿 那我就是那个 不要看明脸色 自己车自己做出打鸣块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说真话打鸣块 那我们明天这台车的底盘部分 我们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